農曆十月來到天傑座新月 今期的塔子亂林星座運舍只會出三位合文宜 原因和計分方法上期都有說 綜合Facebook IG和Youtube 最反應熱烈的冠亞貴軍 今期會聽到他們要注意的東西 究竟頭三位是誰呢? 冠軍原來就是上期我說 今期會好運到板板聲 所以我都有點思心想你們贏的星座 但首先要打一打手玩 我不知道你們是有心還是無意 因為上期的規則也說了 如果要取得高分 如果在分享方面 是要公開分享的 即是分享Facebook Post 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地球的印象 但我不知道 始終是第一次在家 或者有些人都不小心 沒有特別去回憶 可能他們就變成了 private share 或者是 open to friends 但今期這個規則我始終是第一次 所以我會抓得不緊 對任何星座都沒有抓過這個規則 但下期要注意 是要公開分享的 否則就不計 好 今期給你們的建議就是 不要懶高貴 不要懶矜持 孤方自上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會白白損失了機會 因為原來機會是多如天上繁星 只要你肯放下一點點面子 放下一點點所謂的尊嚴 就OK的 尤其是你們 我現在都沒說誰升了 Sorry 是上星或者太陽巨蟹座的朋友 因為你們都出名玻璃心 怕魚怕面猛 但有時這個世界上 有些東西 你肯 這個世界你不是贏就是輸 有些東西 OK 輸你只是吃一次檸檬 只是會有一個酸溜溜的感覺 但如果你贏了的話 你是可以得到很多 那究竟其實是得到什麼的機會 是戀愛的機會 是真是很 很serious的一個長期關係的機會 而不是再有些無聊的 Fling 無聊的Puppy Love OK 不過呢 其實可能開始 如果你 這個農曆十月 有一些心儀的對象 你們去相處 開始你可能真的會覺得是玩不玩 甚至你都沒有 要期待這個相處會變得很長遠 但是 誰知道之後的誠意 是越來越強 是越來越打火焰 其實上星或者太陽巨蟹的朋友們 拍拖拖的機會 是達到八九成這麼多 OK 尤其是 如果這些對象是新相識的 OK 新相識 就不是說 一些舊的朋友 就是舊的人去見 尤其是新相識 或者如果透過朋友介紹 那個機會率是會更加高的 OK 反過來 如果你們已經在拍拖 已經是很穩固的關係 這個農曆十月 你們之間的火花是可以回來的 尤其是如果拍了很久 七年之養 開始見悶 這個農曆十月 你和你的拖友仔 或者老公老婆 大家一起去做些事情 其實是可以重現激情的 甚至再說搞笑一點 如果暫時還未想去 去保持一些相識的 巨蟹的朋友 原來 這個農曆十月 如果你們去認識一些 SP 或者Friends with Benefits 這些成做都比較高 還有這些SP Friends with Benefits 是可以保持多久 OK 除了這些之外 如果你想去建立一些 比較不見得光的關係 OK 例如想做些什麼非法勾當 OK 是一些危險 但對你有利益的事情 例如 我真的不知道 你認識了一個夥伴 你們然後 一起去保持這些 搞黑錢的 是不是搞黑錢 就是做一些壞事的關係 這些關係都可以保持久 OK 還有 運動員的話 不是說運動員 是如果 你是有在一起運動的話 如果你最近 認識到一些可以 跟你一起做運動的朋友 例如 行山友 或者是跑街友 那你們都可以 變成一些幾好的 sports buddy 所以 將來 將來 一起做運動 沒有那麼悶 另外 如果你們 這次真的運動員 或者是從事一些 創意藝術行業 藝術師 甚至是KOL 都可以趁這個農曆十月 找到幾好的經理人 或者是簽一些幾好的 一些幾優勢的 一些幾賺到錢的 合約的合約 然後陸續有例 如果這個農曆十月 去做一些比較極的運動 例如 行山也不算極的 但可能去攀石 潛水 不知道做什麼 那這些 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 是 玩玩一下 可能是假期的 但原來 它會 挖起了你心裡 一條巾 它可以變成 你的一個長遠的 hobby 長遠的 hobby 對 長遠的興趣 對你的人生 是有一個 真的很深刻的影響 這個農曆十月 也可以有一個 這樣的心理準備 另外 這個農曆十月 亦都是 給朋友們 去生嬰兒 好的時候 尤其是因為 為什麼呢 好搞笑 不是因為你自己的身體 準備好 而是你的伴侶 身體 是挺健康的 所以 想生嬰兒 就趁現在 OK 不過 最後 有一個溫馨提示 就是在 11月30日 即現在有說過 西曆 30日 那時候 有一個滿月月食 今次 這個滿月月食 對巨蟹座的朋友 運勢 就不太好 因為有些秘密 會爆爆 這些秘密 要是 爆了給你 知道 別人的消息 或者是 你自己的秘密 不小心被爆走了 自己 要做好準備 另外 更慘 可能有些親朋戚友 他們會入院 甚至是 坐牢 受到這些 還禍 亦都要做好準備 好快 再次 再次 嬰兒